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的定义 垃圾分类是将垃圾分类储存、分类投放和分类搬运,进而转化为公共资源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垃圾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垃圾的经济价值和资源价值 垃圾分类的标准 生活垃圾是按照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湿垃圾以及干垃圾分成四大类 可回收物垃圾收集容器为蓝色 有害垃圾收集容器为红色 湿垃圾收集容器为棕色 干垃圾收集容器为黑色 垃圾具体分类 1.可回收垃圾 可回收垃圾包括废弃电子产品、废纸张、废塑料、废玻璃以及废金属等 对于立体的包装物需要将内物清空后再进行投放 碎玻璃需包裹后再进行投放 2.有害垃圾 有害垃圾是对人体健康以及自然环境造成危害的物质 包括废电池、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汞以及农药类 废药物投放时需带包装一起投放 3.湿垃圾 湿垃圾包括食材废料、蔬菜剩饭、瓜皮果盒、过期食品、花卉绿植以及中药药渣等逆辅垃圾 湿垃圾在进行投放时需要将包装物去除并投放到可回收垃圾或是干垃圾中 4.干垃圾 干垃圾是指除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湿垃圾以外的垃圾 具体包括纺织类、木竹类、灰土类、砖瓦陶瓷类 对于带有坚状物品去包裹之后进行投放 垃圾分类可减少占地、减少对土地的清竹 垃圾循环利用可减少环境污染 变费为宝可起到保护环境作用的同时又能节省资源